张伯芝的抚养权一直饱受争议 谈恋爱的时候她突然宣布结婚 婚后生了两个男孩 不久以后她与谢霆锋离婚 对方再次投入王妃的怀抱 张伯芝是外界眼中凤飞莲的炮灰 男人之所以娶她无非是为了激怒王妃 港媒报张伯芝欲娶四个孩子生父 于是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张伯芝抚养 而谢霆锋几乎从来没有承担过做父亲的责任 在这段感情里大家都不鼓励张伯芝 反而觉得她好管闲事 结果她不再相信每个人 决定隐藏自己的感情不再公开 例如第三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仍然是个谜 虽然不再公开 但是不代表张伯芝不会谈恋爱 离婚以后她也没有坐以待毙 顺着自己的感觉决定是否要谈恋爱 第三个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是 她似乎生了四个孩子 直播过程中她的小腹明显隆起 这对于一个身材苗条的女明星来说 一点都不正常 就在大家怀疑她是不是怀孕的时候 港媒放出了一个大瓜 称张伯芝的三胎和四胎竟然是同一个人的孩子 在综艺节目中 男方对张伯芝的爱意非常明显 张伯芝在她眼里仿佛就是整个世界 这个男人也是女人唯一承认过的情人 但论社会地位 何孟怀却远远落后于张伯芝 一开始她当过一段时间的艺人 但是运气不是很好 知名度也不是很高 之后她离开了圈子 进入了教育行业 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 想必张伯芝之所以决定带娃结婚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男方事业有成 教育工作者总是比娱乐圈的干净 移民大陆以后 谢贤涉嫌剥夺监护权 只不过何孟怀这几年在大陆发展起来 想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张伯芝既然要嫁给她 自然要跟着丈夫移民 这不是女人不能接受的 虽然她住在香港 但是近几年她的公告都在内地 所以移民也不是不能接受 张伯芝搬家没有问题 问题是她要带着三个孩子搬家 消息被港媒报到以后 远在台湾的谢贤也知晓 连夜赶往大陆 涉嫌拖前媳妇放弃抚养权抢方式 毕竟王菲现在不想生孩子 张伯芝的两个儿子是谢家唯一的后代 他绝对不会让孩子从他的视线中消失 而且这两个孙子对谢霆锋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 如果久而久之对侯孟怀产生了感情 一时冲动感性 那就得不偿失了 谢贤之所以同意儿子的篡改 是因为她有两个孙子 如果孙子改姓 传宗接代的重任就落在了王菲身上 按照王菲的性格 生孩子是不可能的 而张伯芝的两个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 能够明辨是非 是否继续使用信谢完全由她们自己决定 旁人无权干涉 孙女张伯芝 我情史混乱 满嘴谎言 但是不能否认我是个好妈妈 张伯芝作为孙女掌门人 曾经象征着美好 纯洁 她经历多段感情之后 形象备受质疑 评价也大不如从前 她为何还会被认为是一个好妈妈呢 每个人在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表现 婚姻危机 分崩离析 娱乐圈的分分合合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但是当两个人展现的状态足够甜蜜的时候 观众还是会把她们当作爱情的表率 希望她们幸福长久 张伯芝和谢霆锋的婚姻满足了无数女孩子的幻想 她们无论是外形还是事业都非常地登对 谢霆锋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到妻子眼神里充满了幸福 没想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们的婚姻也会亮起了红灯 女方和陈冠希曾经有过一段感情 她们的亲密照片毫无预兆地流传出来 这对于已婚的她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尽管谢霆锋多次表示自己并不介意 但是后来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两个人貌合神离 也正是这段时期 她的孕女形象瞬间崩塌 事业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没用导演敢用她演戏 很长时间无戏可拍 她们最后还是走向离婚 曾经甜蜜的婚姻生活分崩离析 随后网友被扒出了张博之曾经的感情史 她为何能与多个男明星传出绯闻呢 绯闻满天 感情丰富 她进入娱乐圈的时候 因为长相清纯而出名 当时荧幕上很少出现这样邻家妹妹的形象 所以她在很长时间独占凹头 一则广告让她火遍大江南北 随后在周星驰电影中的完美表现 更是奠定了之后发展的基础 她成功地签约了向泰的公司 从此也开始了各种绯闻之路 一张和陈小春举止亲密的照片流传到了网上 南方没有给出回应 她主动出面澄清两个人只是朋友关系 被公司提醒之后 她不仅没有收敛 绯闻反而越来越多 和陈小冬的恋情曝光以后 她们大方承认 也收获了一波祝福 陈小冬当时已经在计划和她谈婚论嫁 谁曾想她和黎明之间有着殊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 后来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王妃和谢霆锋的爱情曾经感动了无数人 但是两个人因为各种的机缘巧合并没有走到一起 谢霆锋心里可能永远给王妃留了一个位置 和张伯芝结婚之后 关于她们这段感情的开始流传着各种不同的版本 大部分都认为是张伯芝插足了她之间的恋情 但是熟是谁非 可能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离婚之后回归单身的她 生活会受到影响吗 母爱伟大 称职妈妈 在参加康熙·莱乐的时候 她就明确地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孩子 如果有一天不得而已离婚 对方可以带走所有的财产 孩子必须给自己留下 并且她也希望在婚前可以签署这样一个协议 当时所有人以为这只是年少无知的玩笑 没想到 真到了离婚那一步 她果然带走了两个儿子 可能在扮演女朋友和妻子的角色 她没有做到完美 可是在当妈妈的时候 她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 二十多岁的她可以一手抱一个孩子 宁愿把自己所有的LV包包换成购物袋 只为能够装下更多的母婴用品 为了孩子 她可以倾尽自己的所有 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也在为孩子精心挑选学校 在娱乐圈的很多女演员都执着于事业发展 她是不可多得的一股清流 无论什么时候都愿意放弃自己 已在顶峰的事业 回家当一个称职妈妈 现在 舆论风波中的她也会被各种声音影响 为了能够让孩子快乐地成长 她必须自己坚强 她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那句话 把全部的爱都给予孩子 历尽艰辛 全面评价 如果只是抓住一个人的缺点不放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刻板效应 这个人真实的品行如何 就会被这一点瑕疵覆盖 全面评价才是最正确的评价方式 张博芝虽然在感情上颇多争议 但是她绝对是一个优秀妈妈 亲情也成为支撑她生活下去的根基 她所有的欢笑可能是历尽千辛之后的释然 请多谢观看